市長在中午的時候有提到說要打算做萬華地區的血清血的檢查 是不是可以說一下這個計劃 然後現在有沒有找到合作對象跟他的啟程 這個要知道一個社區他的過去的感染狀況 是要抽血測那個抗體 那在很久以前在彰化不是做過一次嗎 不過因為當時我一開始 其實當時在做我們就預計這個不容易做出來 為什麼 因為當時臺灣感染力太少了 那我們這次選萬華 因為萬華發生過疫情 那應該那個百分比會比較高 所以這次是這樣 這次是台北醫學大學當執行單位 然後有結合台大公衛學院台北市政府 然後我們有完整的實驗計劃 那已經在7月22號拿到這個CDC的同意 現在在進行那個人體試驗委員會的審查 這個實驗最主要目的是什麼 你知道要回答一個問題 到底在臺灣感染有沒有黑數 那如果有的話到底是多嚴重 我們就用萬華地區你知道來做這個研究 這個回答我們一個問題就是說 在過去你知道齁 我們那個死亡率5點多percent的你知道 到底是不是因為有太多的黑數 才造成死亡率高還是怎樣 有很多這種公衛學上的問題 也利用這次的機會可以把它釐清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社區流行病學的研究 第二次的情況 谢谢大家